你有沒有因為電力箱 你有得到過什麼好處 以前我在華蓮四季大學念書 然後那個時候 我根本沒有什麼居留證 我是沒有ARC的外國人 所以辦一些事情會很麻煩 其中的一個就是辦手機卡 對不對 所以我瘋狂地去台灣 大個大 科尼卡 中華健身都去 但是一直都是被 剛剛是說科尼卡嗎 科尼卡不是是一個剛剛 就是被拒絕 然後有一天我聽到 好像在Seven可以弄 所以我趕快跑到那個Seven去 而且這是真的 他們很快就幫我弄好那個手機卡 他們真的救了我一很大的命 但是你衣服卡 需要一個台灣人當你的保證人啊 沒有 那個時候 好像你只是需要你的假照 然後你可能 對 你的國際假照 然後你就可以辦 好像是一個證件就可以辦 但需要第二天才能開通 還有服務台都好到沒話講 像我有一次 我早上要起來拍戲 我就急急忙忙 肚子很餓 想說拿個茶葉蛋好了 想要吃茶葉蛋 我就去夾茶葉蛋 剛剛好那個店員 在旁邊補別的東西 他看到我夾那個茶葉蛋說 小姐 我跟你說 這個茶葉蛋才剛放下去 滷沒多久 味道還不夠進去 我幫你找旁邊這個呢 滷得比較入味 比較香 比較好吃 你吃這一個 就覺得很多很多的小細節 其實這個東西也許 他們的主管 他們的老闆沒有要求他們這樣做 可是你就覺得 很有耐心對不對 對 就是很貼心在每一個部分 有一次我們是有 我們有一天晚上喝酒醉 然後我們去Seven帶吉他 就彈給他們聽 不是嗎 真的 我們超醉 而且他們在旁邊就是 還跟著我們一隻腳偷 真的超有耐心 你有發現他手其實 通通在按那個警戒鈴嗎 而且他在按鈴鈴鈴 我們彈完還拍手 而且我覺得他們真的很忙 因為我們通常有時候 他買一松的 我們就會多買幾杯 幾杯 對 有一次我就忘記帶那一張紙 他還跟我說 蔡小姐你確定嗎 你有那個券你怎麼不帶來呢 他還會記得 他還提醒你有那個券 對 可是他還記得說 我明明記得你還有五杯還沒有換 我記得好 detail喔 超厲害的 對 他們貼心到 例如你剛剛講到咖啡 之前我們如果像我們拍戲 有時候要去探望劇組的人 要去慰勞他們 可能會帶些飲料什麼 要自己提很重 我跟你講 我們這樣子點 我們要幾杯幾杯打電話 然後怎麼樣 好 他說OK… 時間幫你做好 就一箱一箱幫你騎摩托車搬來 就送到拍戲的現場 我們之前也有這樣 有的 因為之前我們那個 有一個電影 沒有 沒有 之前有一家便宜商店 那個店員也是我們的球迷 我們比賽之前都要吃一些麵包 喝一些飲料什麼的 然後就會請他幫我們外送 他就直接幫我們 整家店搬過去是不是 為什麼噴他 不管怎麼樣 我都蓋瓜成瘦 我一肩扛起好不好 是男人 對 人很好 然後就會幫我們送過來這樣 然後有時候還甚至就不收我們錢 因為他是我們球迷 那是他自己貼的 那是他自己貼的 可以這樣貼的 在店員一個月薪水沒多少 他就硬不收 因為他騎摩托車來 你就硬塞啊 對 他還想到 他又去了 跑步可以追到 我們還像那個店員就是 很多是外勞 也是孟加拉的 印度的 還什麼的 那他們皮膚就黑 黑黑 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 沒有那麼黑 有什麼問題嗎 那他們呢 就都是來工作的 很有禮貌 我也是在工作的 他們都很有禮貌的 就已經跟你說了孟加拉來的 你聽不懂喔 是不一樣地方來的 對 講清楚嘛 講清楚 都是外勞 但有時候我回去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跟他們說 因為我們是多元種族國家 不知道說馬來語 英語 或福建或廣東 但有些真的會說廣東話 因為待久了嘛 就很厲害 所以他們的服務也很好 態度也很好 這是很不一樣的地方 那新加坡呢 那新加坡呢 更不一樣 就是有很多一些 老一輩的 比如說阿嬤 阿公 他們也會在店裡面工作 這個是二次就業的意思嗎 不是 因為他們已經退休了 他們還是要打發一些時間 那問題是 他們便利商店願意雇用年紀這麼大的人 願意… 因為他們的服務也很好 所以你們因為有經驗嘛 你們有經驗嘛 厲害 太好了 我就是受那個日本的印象 就是日本就是非常禮貌 這邊的Seven也會舉功啊 歡迎光臨 謝謝你 什麼都會為你做 但是我們那邊不一樣 美國的便利商店是非常有問題 很誰姓 有三種店員 我們那邊有三種店員 一個是 沒有牙齒 沒有牙齒的白人 對 然後你在結帳的時候 他會稍微放空 年紀很大了 嗨... 跟你收錢 年紀多大 可能 大概費三年這麼大吧 30以上 30以上就好 對 有很多啊 對 就是比較找不到工作的那種人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在你們那邊的便利商店 通常如果在那邊上班的人 都是比較滷蛇嗎 對 比較有一些問題 然後 好 第二個是黑人 喂 對 只是說黑人而已 不是 他們有牙齒 他們有牙齒 他們牙齒是比白人的好 但是他們是 你跟他們結帳的時候 他們好像是你來這邊買東西 是給我麻煩 對 你給他東西說 對... 你還要什麼嗎 不耐煩 好啦 嗶 丟給你 這好像很麻煩的一個人 你每次來上我們這個節目 我也覺得很麻煩耶 他自己覺得很麻煩 我不是講你喔 不是 他說 他說得對 因為我甚至在 不要講這個 不要掛漏 是不是 沒有 我不是說黑人 我說服務 服務的問題 因為甚至有去那邊買東西 然後 排隊很長 很多人 大概8到10個人 然後大家一直等 一直等 結果那個公園 他還在 他還在聊天 而且他要找 客人的零錢 也是找做 然後大家一直等 你要等他聊完才會來 對... 而且台灣的服務真的很快 對 非常的快 然後我們第三個 第三個就是 他講什麼英文 你還是聽不懂的印度人 對... 對 沒有去過台北車站 或者是任何轉運站的 那個便利商店 他們動作快到你會想 超厲害的 超快的 超厲害 他快到是 你拿東西賣 你還就這樣 來 下去這邊可以結帳 因為他們的人非常多 所以他們動作要很快 時間也長得很快 店面都超小 對 很小一個 對 因為像我們家那邊的Seven是 因為我都習慣去固定的那一間 然後我上次去 我就 那個 錢貸不夠 我就只帶了100塊去遛狗 然後遛完狗 我就想說買個咖啡 買個什麼麵包 然後買一買 還說咖啡第二杯半價 我想說好 那就第二杯半價 結果我就買一買 我去結帳 他就說151塊 然後我就這樣 我就這樣拿著100塊 我說我只有帶100塊 然後他就說 沒關係… 你等一下再拿過來就好了 他就讓我捨贈 我第一次 這位第一次在便利商店裡面捨贈 他是因為認出來你是誰嗎 沒有 他就跟他講說 不好意思 我是桂倫美 真的 我很講 沒有 因為我每天都去那一間 所以那個店員應該認得我 他即便不認識我 但他認得我 知道我是住附近的 然後我就是那一天我就回家 然後吃完東西 然後要去建設的時候 我就拿下去給他們 然後因為像我們以前 就是念書的時候 就是大家學生都很窮 只要我們班上有人 去便利商店打工 我們都超開心的 因為他每一天來 都可以帶很多集齊的麵包 其實已經到期了 就是剩的 麵包 便當來給大家吃 然後就是 大家就可以省一些飯錢 每天都有吃不完 你要吃小七的有小七 你要吃全家的有全家的 每天都有 日本的言歸也很有禮貌 但是就是親戒跟禮貌也不一樣 我在日本就是有 因為我家隔壁有一個全家 然後就是他每次看到我 然後就是他是滿可愛的一個女生 當然知道我就是 你好 你好 就是潘光臨什麼的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然後但是他不會跟我聊 但是你看台灣的電影 有時候跟我聊 今天沒有通告嗎什麼的 之類的 而且是每天去 今天比較早之類的 然後就是那一天 就是跟那個很可愛的日本演講說 你今天記得下班 他說 他就是看我變態一樣 因為你那時候覺得他很親 變態 他工作合約沒有寫你的名字 沒有 但是你看那個杜利吉他嗎 就是台灣的那個工作人員 也都很親切 對 台灣的工作人員真的很親切 因為像我們這邊 我們這裡之前我們都是 我們錄完錄影 我們就會去對面的那個全家 便利上店 喝個啤酒這樣子聊天 然後就是我們喝到很晚 然後最後那個員工也會出來 跟我們喝酒 就是休息一下 然後跟我們聊一下他們的那個 他下班 一進下班 對 一進下班都是陪我們喝酒聊天 聊到他的夢想 然後聊到我們最近的事情 就是非常棒 對 在美國他們根本不會 你們把店搞成這樣 這也是他最後一天上班 然後就要上班 請他 bur 一起 Veterin